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巴拿托 今年是2018年 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紀念 講一個和一戰二戰或者打仗有關的故事 20世紀初的時候 德國法蘭克福有一個銀行家的富二代年青人 他讀大學時認識到一個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也是貴族家庭出身 就是紐約Macy百貨公司的公子 認識到這個朋友之後 他就有一個機會 能夠飄陽過海 去到紐約在Macy工作 於是這個年青人想了一段時間 於是就決定和這個小朋友一起去紐約 紐約發展了幾年都是非常理想的 但是到了那時候 他爸爸身體就不好 這樣就說 你不如回來打理這個銀行的業務 繼承這個衣缽 這個年青人想了一想 究竟我在紐約繼續發展 還是就回到江大銀行的業務 最後他決定飄陽再回到德國 來發展這個銀行的業務 但是好景不常 那時候回到他之後 沒多久就開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個年青人也幫助德國來參軍 做過一段軍人的歲月 命大沒有死 回來之後 德國結束了戰爭 變成這個經濟嚴重地衰退 但是大家知道 這個一戰其實 德國就不是真的輸了 只不過他就在港和的時候 就覺得 有些主戰的軍官或者威廉皇帝 實在是把德國人民的利益 擺在一個很大的問題之上 我們就不如說和算數 但是說和之後才知道 原來不是說和是投行 而且賠款非常之嚴重 很多經濟問題就走出來 很多各地賠償也走出來 這個經營銀行 面對著很多賠償各方面 以至於他繼承了衣撥之後 原來是沉重的負擔 最後這個銀行面臨破產 他就蹲蹲 再大的問題就是 原來這個年輕人是一個猶太人 自從納粹德國上場之後 他們就開始聞到一些味道 就是對猶太人越來越不友善 經過了計劃之後 他再加在荷蘭有些人物 於是他舉家決定移民去荷蘭的Amsterdam 當時一個對猶太人最好 而且經濟上相對自由 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 因為當時希特拉已經計劃 似乎是擴充軍備 甚至乎是來追回波蘭失去的領土 荷蘭在第一戰的時候 就免受於戰爭的風波 成為了一個中立國 他經過了很多的計算之後 重新一次來選擇 正如他當年選擇 不留在紐約 就回到德國一樣 他加了移民去荷蘭 但是好景不上 二戰爆發的時候 荷蘭雖然他是中立國 但是德國也是打敗他 而且正因為荷蘭有一個 對於多元文化的尊重和保護的政策 這樣他就有很多很organized的同鄉會 就是community center 而那些community center 就會有所有members的密策 以至到德軍佔領荷蘭之後 能夠非常之有效地 來掌握所有猶太人的資料 然後就送他們去集中營 不讓他們出入 一開始的時候戒嚴 還有最後當然運去波蘭 毒氣室那裏殺死 如果計算 尤其是在Emsterdam 當時猶太人的死亡率 是全世界最高的 法國那些猶太人 他的死亡率是三成以下 而這個荷蘭是去到七成 這樣他們就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因為在荷蘭裏面 從事一些果嘗的生意 以至到他們就可以 有一個小的工廠 躲在一個神秘的一個角樓那裏 來居住 就靠著一些工廠裏面 之前的下屬的接濟 就能夠有大約兩年時間 能夠逃避過德軍的耳目 在那裏所謂的狗言殘喘 繼續堅忍地存活下去 當然在這些角樓裏面 他們不能夠生活 這個年輕人 已經長大成為一個爸爸 有兩個女兒 其中一個 他在那個角樓裏面 就不停在那裏寫日記 講到這裏 可能你都知道 那個寫日記的小妹妹 就是這個Ann Frank 很出名 後來 好境不常 就被人捕捉 後來 究竟誰捕捉 暫時都不知道 或者有人說到 是那個employee 那個sister 又或者whatever 總之他們被人捕捉了 一開始的時候 根據另一家的neighbor的形容 就是 反而在Amsterdam的集中營 就生活好一點 因為 物資反而是相對充裕 他有睡覺 又不用迫在角仔裏 但後來他們 就轉移到波蘭的集中營 就開始遇到很多問題 他就病倒 但是在集中營裡面 就遇到他鄰居 同樣是一個小妹妹 Forida 他們兩個都病倒 不能夠正常地來到他生活 又機汗膠癖 又沒有東西吃 但是 在那個時候 這個Ann Frank 就很繁忙 他很繁忙 但是 你以為能夠有效地生存 抱歉 正因為他很繁忙 於是 他就被送去 毒氣的集中營裡面 於是 最後他捱不住 就死了 他不是毒氣死 但是捱不住死了 所以 這個Forida 反而 就能夠繼續 來生存下去 Forida 去到最後 後來 都是沒有病好 有一天 幾個德軍進來 就說 你們要走了 和我一起走 如果走不到的話 我們不會再理你 你們就會死在這裡 於是 很多還可以走到的人 就跟著德軍來走 那 Forida 走了幾步 真的堅持不住 於是 就跌倒了 在那裡 已經睡了不知多久 後來 又有一班軍人來到 原來已經過了九天 這班人 是蘇聯軍 他說 戰爭已經結束了 你們可以自由 後來才知道 原來那些跟著德軍走 即是 仍然有生命力 仍然走得走得 那些人 反而 在路途當中 凍死了 而Forida 是那個 幸存者 因為他留在這裡 因為他走不得 因為他病倒了 後來這個Forida 他就 回到荷蘭 一生 就來 為人權 為猶太人 為婦女的權益 來爭取 甚至乎 有一次 他被邀請 去到德國裡面 的一個 人權的一個講座裡面 他說 一生人從未踏足過德國 他也很討厭德國 他不想來到他 他老公很搞笑 就跟他說 如果你從來未踏足過德國 那你怎麼去波蘭 你至少去過德國兩次 然後去到德國某間餐廳吃東西 那個侍應跟他說 你要不要水 你知道歐洲那些水是要錢的 他說 OK要水 那你要有氣的 還是要沒有氣的 然後那個Forida就說 我不想挑戰任何關於氣體的物體 因為令我想起當年的往事 當然他明白他沒有說 這樣 這個故事自己聽了之後 我自己都會很黯然 第一 戰爭對於人的游輪 第二 就算沒有戰爭也好 有一些政權 他有計劃有效地去屠殺 某一個種族 當他不是人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些人選擇伸出援手 也有些人 好像Forida的家庭 那樣 他們也都糾然殘喘了 在Amsterdam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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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 那裏 那裏 更大的 一班荷蘭人 就是沉默的大眾 他們圍著自己的生存 即使看到有很多猶太人被屠殺 他們自己就是不出聲 繼續來生活 有很多人生百態看到出來 如果今天仍然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去割修 又或者至少不會落井下石呢 那很多人生的抉擇 需要來去做 那裏 怎樣能夠 避免這些事情 來發生 防範於微然呢 好像某些國家 指於 萌芽之始 那裏 那裏 不是說那些反叛 不是說一些 惡意的批評 或者是一些善意 但是呢 就不是政權想要的批評 而是一些邪惡的一些行為 那 同時 也看到人生的無奈 即是 你看到 Anne Friend一家 尤其是他爸爸 很努力地為生存儀 來做很多不同的抉擇 留不留在紐約 留不留在德國 去到Amsterdam 怎樣能夠 在納粹之下 隱藏 最後 究竟 無奈地 健康還是不健康 反而健康那個死了 各種的情況 那是 很令人來到去 究竟是 講的是 幸運還是不幸運 還是有宗教的可能 殘忍一點 你說是神的心意 還是不是神的心意 還是 根本找不到任何vision 但是 同一時間 在一種無奈當中 你又會看到 人為了生存的緣故 怎樣來努力 即使努力是圖然 甚至乎 即使努力 對其他人 未必有好處 例如某一些荷蘭人 他的沉默 或者是 烤紮勒索 那 即是 我 分享這個故事 是 沒有任何的答案 可以給到大家 純粹是 即是 今天又看到山新聞 就是有個 郭泰的地勤 他又在一張致命車禍裡面死了 在他死之前 留言給他的未婚妻 說 我上車了 最後就是 永遠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 Speechless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